证文已完结 如烟柱大家龙年大吉享受故事 下面证文开始了 我是真假少爷里的真少爷 身份曝光之后 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爱 但收获了无数的恨 重生一次 我直接摆烂 扔掉医院的诊断结果 带着为数不多的存款 开始直播自己的死亡之旅 那些恨我入骨的家人们 却忽然疯了一样的想要找到我 想要救我 亲生父母红着眼 却不敢靠近我一步 看着我爬上悬崖 坐在秋千上摇摇欲坠 哭喊着说他们错了 乐意无限的哥哥 拿着小时候的玩具 哭到手抖 便宜姐姐剪了自己的长发 亲手做成假发送给我 求我收下 求我让他弥补 假少爷跪在我的病床前 满眼恨意却不敢表露分毫 一句医生哥哥对不起 你这是胃癌 医生拿着我的化验报告 脸上带着些许同情 不过还是有治愈的希望的 只不过费用会比较高 我们室的第一院 就治愈过很多胃癌初期的患者 我重生了 在我确诊胃癌的当天 这也是我真豪门少爷身份 被曝光的第18天 我独自一个人来的医院 想想卡上的钱 没有做和前世一样的决定 前世的我在得知自己胃癌之后 一度精神崩溃 疯狂地寻找存在感 基尔端 也就是假少爷 他忙着自己的全球巡演 两家人也都予有容颜 他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虽然我们当年是因为 护士的失误才被爆错的 但一个平平无奇的我 哪里比得上星光异异的基尔端 两颗明珠 我是被舍弃掉的那一个 诚然 我是基家的亲生孩子 但活得远远不如基尔端这位假少爷 他不是基家的亲生孩子 却收获了基家人所有的爱和善意 确诊胃癌后 我因为需要治病不断地问基家要钱 基尔端说我花销无度 怀疑我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两家人都不再给我钱 为了治病 我不得不想尽办法赚钱 我去直播 去剪彩 为了出名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酒会 治病需要的钱很多 也很痛苦 化疗后我的头发掉光 也不能再出去工作 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给基尔端借钱 他那时在国外 听到我借钱的诉求之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告诉他了 我未来晚期 需要钱治病 他不仅不借我钱 甚至告诉我的亲生父母 说我染上了毒瘾 现在为了搞钱吸毒 居然骗他说我得了癌症 至此 没有人再信我 即使我拿着胃癌确诊的诊断书 他们也只是露出一脸嘲讽的表情看着我 让我适可而止 在两家人之间 我除了自己 一无所有 活得好像故事里的反派 从回忆里抽身出来 除了刚拿到手的确诊通知书 卡里大概还剩下十几万 看上去很多 但和治疗癌症的钱比起来 就显得太少太少了 我回到技家的别墅 基尔端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所有人 他要开始全球巡演 他所在的乐团今年要环球巡演 技家帮他找了关系 他进去当了小提琴手的Tip 两家人都在为他高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 看吧 他时刻都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 没有人会在意我 除了基尔端 哥哥也为我感到高兴吗 基尔端穿着一件白褶裙 笑嘻嘻地看着我 又是这种 专往我心窝子上插刀子的话 高兴 加油 好好干 反正你也是个Tip 一整个环球巡演 也就上场了一次而已 我毫不在意地走开 回到我的房间开始收拾东西 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 我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我没打算给自己治病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 我想去环球旅行 化疗真的太疼了 即使是死 我也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痛苦和绝望 第一站 我先去了云南 一路上拍摄加直播 过得也算有滋有味 我给自己订了当地一家评价很好的民宿 里面装修得很可爱 像是绿野仙宗的风格 我难得拍了一张照片放到了微博上 吃饭的时候开了直播 和几个零星的粉丝聊天 云南好吃的很多 水果很甜 我很喜欢买来的水果捞 十几块钱大大一盒 都很新鲜 汁水风云 酸甜的感觉在口腔里爆开 美妙的让人身心愉悦 弹幕里有人说我脸色不太好 我笑了笑 给自己补了个腮红 云南好玩的很多 我直播去亲手摘水果 编花环 甚至花钱跟着采蘑菇的人上山去采蘑菇 蘑菇汤很鲜 我喝了三大碗 然后吐了 直播间的粉丝都在笑话我贪吃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因为什么 在云南待了半个月 我的亲生父母才想起来我的存在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你在哪 端端马上就要去全球巡演了 你赶紧回来 电话那头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还夹杂着季尔端撒娇的声音 直播间的人都在听我打电话 我笑了笑 走到一边去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说话的是我二姐季太美 上辈子 她为了季尔端打过我一巴掌 那时候我已经病得不行了 为了活下去 我放下尊严跪下去 求季尔端给我前去治病 她把我拉起来 给了我一巴掌 说季家丢不起这个人 我满不在乎 语调轻松的好像说的不是自己的死活 我的命啊 有什么事情比我自己的命还重要 季太美被我噎了一下 好像是被我气走了 你如果不回来 我就断了你的零花钱 这次说话的是我名义上的亲生父亲 季凯克 我还是毫不在意 行 你看着办吧 我连死都不在乎了 还在乎你给我发的零花钱 做回去直播的时候 有几个心软的小粉丝问我是不是开玩笑 我笑着插起一块大芒果塞进嘴里 对啊 要命的病 所以你们最好珍惜现在的我 我这样的帅哥 可是看一眼少一眼了 谈笑声中 那些致命的话题被轻而易举的结果 所有人都在说我自恋 快逃 这个男人不对劲 一道七彩流光的弹幕忽然飘出来 你的脸色很不好 有时间去医院看看吧 我收拾东西 离开了云南来到了第二站 苏州 刚到苏州就收到了亲生父母催命一样的电话 我没接 他们无外乎是想要给我直播 寄尔端在国外的精彩瞬间 我没兴趣 苏州园林的游客不多不少 我来时特地穿了汉服 还找汉服馆做了造型 说一句自恋的话 现在的我就是穿越时空而来的潇洒大侠 我举着手机直播 偶尔回答几声水友的提问 举累了换只手 镜头里我的脸一闪过 七彩弹幕再次如约而止 去医院了吗 鉴于他豪华的弹幕 我忍不住点进这位土豪大佬的主页看了一下 柳如烟 头像也是一片海 黑压压的 看着很压抑 我抽回视线 举着刚买的结梗花回答 看了 医生说问题不大 可以不住院 胃癌 住院不住院都不重要了 大佬消停了 我满意地点点头 原本以为事情会就这样过去 没想到意外来的粗不及防 弹幕上出现一个小号 顶着系统头像疯狂地问我在哪 谁有门替我回答 但那个人好像看不见一样 逮着我疯狂地问 你在哪里 忽然 那个弹幕爆出了我的名字 我看着那个突然闯进来的弹幕 觉得背后一阵一阵的发梦 会是谁呢 我想不通到底有谁能找我找到 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小直播平台上 你是谁 那个人没有说话 反而疯狂地发着弹幕 你不要离开那里 等我来接你 我带你去医院 医院 我盯着这两个字陷入沉思 从上辈子到这辈子 我没找到一个能和眼前这个弹幕对应起来的人 上辈子我拼了命地想住院 想要活下去 没有人愿意帮我 这辈子我不想住院 居然冒出来一个无名是说要带我去医院 好温暖的话呀 但是暖不到我 我是一个溺水的人 渴望溺水而亡 不愿活久 我没事 只是有点平血 不用去医院 我重新拿起结梗花 在苏州园林里不紧不慢地逛着 七彩弹幕再次出现 柳如烟问我 你的身体真的没事吗 我笑嘻嘻地给自己买了一个冰激凌 我能有什么事情 帅哥的是你少打听 屏幕上忽然出现大片大片的烟花特效 红橙黄绿青篮子 七个颜色炸了个遍 一个烟花礼物一万块 七个烟花 七万块 他还在刷 不同颜色的烟花在屏幕上绽放 无数谁有涌进直播间看烟花特效 而这个顶着系统头像的人 刷一个烟花 就要说一句 别走 留在那里别动 姐姐带你去医院 姐姐 我有姐姐 我明明没有姐姐 季泰美只有一个弟弟 叫基尔端 他亲口说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原本还对这个人抱有几分好奇 现在只有生气的厌恶 我关掉直播 三两口吃掉剩下的冰激凌 原地买票去三亚 人这一辈子 总要看看海拔 我至死都记得 我死亡前夜 看到他们PO在微博上的全家福 那是一片很漂亮的海滩 他们健康 快乐 每个人都是圆满的 我的残缺好像会给他们带来不幸 与他们天生相互排斥 血缘不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而是扯不断的枷锁 正不开的束缚 冰激凌凉的过分 胃部隐隐作痛 我从包里掏出来一瓶纸腾药 吃了一粒 剩下的放进包里备用 我在晚上到了三亚 海浪真的是很神奇的存在 哗啦哗啦 几千年都这么想着 但就是有一种当敌心灵的感觉 我又开了直播 这次为了防止直播暴露我的地点 我用窗壳贴遮住了摄像头 躺在沙滩上和水友们聊天 到底是什么病 不是不能治的病 只是初期的小病 我比较怕疼 所以需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准备 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勇敢了 我怕疼很正常 我只是个普通人 姐姐 我没有姐姐 她胡说的 可能是私生粉吧 我笑了笑 给季泰美扣了一口黑锅 没想到我这么胡 居然也有私生粉 你们可要保护好我呀 季泰美又来了 因为她白天的一通消费 现在进入我的直播间 都有紫色的灯牌进场特效 我想不看到都难 为什么不等我 我在那里找了你很久 为什么不去医院 季泰美一句接一句地问 我不想回答 故意装作看不到 冲到海边采水 给直播间的观众听 海水好凉 不过采着很舒服 沙力细软 不用力采也能陷进去 清冷危险的海风吹到脸上 让人害怕但又莫名地沉迷 我像个孩子一样在海边踢水玩 海水被我踢得飞溅起来 周围没有人 但我一个人也玩得尽兴 路边的灯光明亮灿烂 海的深处黑暗无影 我正发着呆 有人拉住了我的手 一个很娇小的女人 穿着雪白的裙子 她手上拿着一个花环 雪白中带着些许蛋清 她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把花环放到我头上 然后退到岸边看我 好奇怪的女人 我疯够了 毕游未尽地走到旁边 刚才看我跳舞的女人早已经离开 我拿起手机准备回酒店 却看到季泰美在和我的粉丝吵架 我真的是季博达的姐姐 我是她亲姐 有血缘关系一母同胞的姐姐 一条接着一条的紫色弹幕 闪现出来飘屏 虽然她的发言每一次都很显眼 但我的粉丝已经被我提前打了预防针 任凭季泰美说的嘴巴都干了 也不相信她是我姐 季泰美气地骂了声脏话 我勾着唇角 点开季泰美的头像 把她拉黑 就算是土豪大佬 也不能在我的地盘骂我的粉丝 粉丝们狂欢庆祝 不少人还给我刷了礼物 很多小可爱都在担心 我得罪了大佬怎么办 不怎么办呀 我只是一个直播旅游的小主播 开心最重要 她那么有钱 应该不会在意我一个小主播的死活吧 那她也太闲了 每个人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快乐也好 不快乐也好 人生百味 慢慢体会吗 我这么说话好像你奶奶 那奶奶很有文化呀 非常豁达的老太太 改天认识一下 海浪声哗哗作响 我吹着海风回到酒店 关掉直播的瞬间 季泰美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随手点开外放 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整个人躺进沙发里揉肚子 要笑过去 嘶嘶缕缕的腾反上来 不至于疼到难以忍受 但也不好说就舍了 我一难受 脾气就不好 上辈子被磨平了棱角 这辈子我就想当个刺猬 谁都别想在我这里占到便宜 季博达 你现在在哪儿 我去找你 电话里季泰美的声音很急促 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我换了个姿势躺下 忍不住对她一句 有病治病 没病就滚 我很忙的 季泰美又被我噎住了 她好像察觉到我情绪不高 说话的语气柔和了很多 你 你是不是不舒服 你如果不想我和你一起去医院的话 我把钱给你 你自己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季泰美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送我去医院 这辈子连我自己都是刚拿到癌症确诊单不久 她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我去医院 事出反常必有妖 更何况这还是对我目不关心的季泰美 她一向觉得平平无奇的我给她丢人 给季家丢人 连走路都恨不得离我八百米远 这样一个逼我如蛇蟹的人 怎么会突然间对我这么关注 重生了 不可能 她就算是重生了 也不会对我态度转变这么大 比起她是重生 我更觉得她是被人穿了 真正的她不可能对我这么关注 达达 你别闹 说真的 你去医院看一看好不好 如果查出什么问题来了 姐姐带你治病 治病 我不想治疗 化疗真的太痛苦了 每隔两天就有那么长那么粗的针管 需要扎进一个人的脊柱里 注射进身体 注射过药剂之后 腰弯着也疼 躺着也疼 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 只要你忍受不了 不够坚强 马上就会有死神来带你走 生理和心理的压力 时时刻刻都在压迫着 为数不多的生存空间 只是回想一下 就觉得头皮发麻 你为什么觉得 我有病 季太美打着哈哈 人要经常检查身体 有病我们就治疗 没病救 你偷看我的诊疗单了 我没兴趣听季太美说谎 胃越来越疼 吹了一晚上的海风 利米未尽 胃在抗议了 季太美沉默片刻 在我挂断电话之前说到 达达 给姐姐一个弥补的机会 好不好 重来一次 你总不能让我再看着你 我们去治病 姐姐以后不乱花钱了 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攒着 我们去治病 她没说话 我把电话挂了 这狗东西怎么会因为 重生一次就想要救我呢 重生一次 她难道不该急着 替季耳端掩盖 她不是技嘉人的真相吗 季太美怎么会真心想要救我 肯定是在玩什么 我不知道的把戏 活着太累了 也太痛苦了 我真的不想再活在 这样的世界里了 这样是快乐的 七彩流光的弹幕再次出现 柳如烟说 螃蟹性凉 少吃 柳如烟和季太美不一样 她是真大佬 虽然她没给我刷多少 不过就冲着这个七彩的弹幕 就显得格外高端 大佬发话 我肯定是要听的 我掰了几个螃蟹腿下来当小零食 剩下的放在一边 唯独留下一种海鲜汤 偶尔喝一口暖胃 拨着拨着 电话又响了 不过这次打电话的 不是季太美那个载种 而是我的亲生母亲 方女士 方女士的声线一如既往的温和 先是长篇大论 跟我科普了一番基尔端的成就 然后又勉励我 说希望我向基尔端看齐 看齐什么 看齐她心如蛇蟹 杀人不用刀 还是看齐她口蜜附近 上辈子三言两语绝了我的生路 我还有事 先挂了 电话挂断前 我听见方女士的语气 终于产生了起伏 似乎是有些生气的 无所谓了 这一家子子不子复不复的 早就乱套了 我还没走回去直播 电话居然又响起来 手一抖 接通了电话 还是方女士的 这一次她语调柔和了很多 态度转变之大 让我禁不住怀疑 她是不是被人夺赦了 温温柔柔的 好像隔着电话 都能闻到她身上阳光的味道 达达 你身体还好吗 最近吃得怎么样 要不然和妈妈一起去 做个身体检查吧 胃不舒服 我不想再花力气 敷衍着虚伪的母子关系 直接把电话挂了 往沙发上一泡 手机屏幕很快亮起来 不甘寂寞的又亮了很久 不接 就是不接 天王老子来了 也别想让我接电话 我和柳如烟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摆弄着今天晚上 那个陌生女人送我的花环 这个玫瑰的品种很特殊 花瓣雪白 越靠近花心 越是蔓延出 恰到好处的淡青色 很像我今天下午时 抱着的杨洁梗 柳如烟发了弹幕 很配你 我饶有兴趣的 看着这个花环 带着评论区的粉丝们 一起猜测柳如烟的职业 看一眼就知道花卉的品种 难不成是个花架 不对 就看着那个七彩流光的淡幕框 我尊贵的大佬 也不可能只是个花架 我相信我亲爱的大佬 一定有白请花田 柳如烟没有再发淡幕 他具体做什么 我们也没有猜到 话题很快偏离到 十万八千里之外 最后 我答应粉丝明天 带着他们去海滩上看美女 他们才愿意放过我 泡了个澡 转头又去酒店 做了个精油死包 上午 海边人最多的时候 我开了直播 碧蓝色的海带着雪白的浪花 阳光好的时候 一部分的海面会泛出青绿色 和昨天的寒凉夜风不同 今天阳光暖和 细沙漠角 我拿着吃巨滋酒 酒买来的迷你版九尺钉耙 直播现场赶海 我跪在地面上 拿着小钉耙刨坑 昨天那个送我花的女人又出现了 她指着一个小洞跟我说 里面有撑子 对上她美丽的脸庞 我决定信她一次 她帮我举着手机 我跪在地上不要形象的袍杀 称子没找到 酒屎钉耙报废一个 弹幕上再次亮起 不同颜色的烟花特效 女人可爱的嗓音 帮我感谢送礼物的老板 却引来对方的暴露 一看老板 哦 季太美 她大号被我拉黑 现在还躺在黑名单里 不知道借了谁的身份证 开了个小号过来 刷几个烟花 就开始冒充管理员 试图控制我的直播间 真是有病 我接过手机跟女人道谢 走到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面无表情对直播间的季太美说 季太美 你弟弟在国外 如果你有无处宣泄的亲情 可以直接打飞地去国外一家子团聚 跟我号什么 不要说我们感情有多深 龙共也没见过几年 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 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别跟我说什么没我不行 这辈子没见过你们什么时候需要过我 我觉得季太美就是欠骂 希望我能骂醒她 让她以后不敢再来找我 季太美不再说话 只是沉默地给我刷烟花 一个又一个 都是绿色的 有病吧她 我刚想骂人 我亲爱的大佬出手了 大佬直接打出来一片梦幻城堡 浅紫色的梦幻城堡盖过了烟花特效 那一片糟心的绿色消失之后 心情都舒畅多了 我明晃晃地双标 当着季太美地面对柳如烟说 谢谢柳如烟姐姐送来的梦幻城堡 姐姐好美 姐姐大气 嗯 有一说一 求打赏好像是一门技术活 我大概是没有这个天赋的 但是柳如烟好像挺吃这一套 手一抖 又是一堆梦幻城堡刷下来 一位白马王子将她抱住 两个人牵着手走进城堡 柳如烟刷礼物的手遁住 季太美没有停下 她也刷了99个梦幻城堡 触发了彩蛋特效 我吐了 季太美 你给我滚 抛开季太美这个不确定性因素 三亚之旅还是很棒的 阳光 沙滩 椰树林 还有沙滩上数不清的帅哥美女 我是土狗 我就爱看美女玩水 在三亚快乐玩耍的第五天 我见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人 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风尘仆仆 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和礼服 脸上戴着遮掩不住的疲惫 季家要破产了 他们不应该在国外 陪着基尔端全球巡演吗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 方女士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冲过来把我抱住 有病 真的被夺射了 颈尖一湿 方女士的眼泪滴进了我的脖子里 热热的 不过马上就凉了 方女士抱我抱得很紧 让我生出一种 我仿佛很重要的错觉 不过看到站在对面的季先生 这种错觉又消失了 这是做什么 季家又在玩什么把戏 不行 季伯达你要振作 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鼓鼓 上辈子混得什么熊样 自己没点数吗 在医院里一个人死的感觉 没尝够吗 亲情脑腰不得 我把方女士紧紧 估在我身上的手帕拉下来 后退几步 确定彼此之间 是安全的社交距离之后 才对他们说道 有事 没事我可要走了 上次送我花环的大美女 可还在沙滩上等我呢 回答我的是方女士的 吟吟泪眼 这都是什么毛病 看人不说话 先抱着哭一顿 季家真的是破产了吧 总不能是破产了没钱了 所以想要把我卡上的 几十万要回去 不至于吧 季尔端音乐室里 随便一把小提琴 都不止这个价呀 达达 你听妈妈的话 跟妈妈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 什么我的病 季泰美这个宰种 把我的病到处说了 上辈子知道 我得癌症也没这么难过呀 当时还一脸失望的 让我不要再闹了来着 方女士哭得很优雅 无语泪先流 我看着她哭得那么唯美 心里顿生惭愧 我怎么就没遗传到这个呢 但凡我要是遗传到了这一点 上辈子直播也不会赚不到钱 我要是学会了 我直接抱个摄像机 天天直播迎风落泪 忽然 我生理学上的父亲出言 打断了我的思考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语气带着试探 达达呀 最近几天爸爸老出差 身体不舒服 你陪爸爸去一下医院好不好 正好我们一家人都检查一下身体 医院 怎么又是医院 都和医院杠上了是吧 我吃笑一声 暴毙看着面前这对相互扶持的夫妻 人模人样 看上去夫妻关系稳定 情感和谐 再加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摆明了就是幸福美满的五口之家 怎么看 这全家一起体检的美式都和我关系不大 既太美是这样 他们也是这样 一个诡异的想法忽然涌上心头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都重生了 祖团重生 家族是重生 这年头重生都是以一家子为计算单位的吗 性计的这一家子怎么跟牛皮糖一样 都死过一次了还要黏着不放 我看着眼前的这对中年夫妻 觉得心里有个地方好像还是破开了 本来以为自己连死都不怕 这辈子会无间不摧 没想到还是会在意啊 找时间去改个名字吧 彻彻底底断干净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想连死后的墓碑上都要带着祭家的痕迹 明天就决 祭凯克欲言又止 他人到中年 面容愈发沧桑 我记忆里那个说一不二的大家长 渐渐被面前这个有些小心谨慎的男人取代 上辈子的祭凯克 是严妇 我一个人的严妇 纪薄熙 纪尔端 纪泰美的词妇 他对他们有求必应 纪尔端想要一把古董级别的小提琴来收藏 他二话不说买下 纪泰美第二郎当的在吃饭的时候 说想要最新款的超跑 他只是点点头 第二天车钥匙就到了纪泰美手里 至于大哥纪薄熙 更是予取予求 连公司的股份都给了 我只是想要二十万去治病 我以为这不过是动动嘴巴的事情 但他说让我思考一下 是不是一定需要这笔钱 怎么会不需要呢 人怎么能这么双标呢 当时的我对视着他的眼神 心里的难过压抑不住 我愣愣地看着他 连说话的勇气都失去了 明明都是一样的要法 只有我 要不到 只有我 在那个家里格格不入 我看着面前这个冷面男人 想要对他恶语相想 但话到嘴边 又生出满心的无力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 我就那么不重要吗 难道只是因为我没有被他们注视着成长 所以才会有那样大的差距存在吗 可明明我也是你们当初那么期待 才生出来的孩子 后来我才明白 血缘关系并不能说明什么 基尔端和他们没有血缘 却亲如一家 而我 两家都不讨好 两家都不喜欢 记忆里的难过似乎想要追出来 我连忙抽回思绪 他来找我了 之前送我花环 帮我举手机直播的女人来找我了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让我喊他位 他说我一喊 他就知道那是我在喊他 他是很特别的女人 一看就不适合当长期女友 当然 我也没那个命 跟他来一段长时间的感情试探 生命进度调电力不足 无法充电 他站在酒店门口等我 我迫不及待的 想从这个压抑的地方逃离 随便敷衍两生技嘉夫妇 转身拉着女人就走 你不高兴 他很少说话 少到有时候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自闭 我不想再进行这个话题 敷衍他 还行 中午我们去吃小烧烤 他想了想 带我去了海鲜粥铺 三亚边上最好吃的 不一定是大饭店 这些遍地都是的小铺子里 也藏着绝世美味 虽然和这个女人相处的时间很短 但是他好像知道我胃不好 饮食方面格外注意 我们来的这家粥铺很小 但是很干净 店主人是一对老夫妻 只是坐在门口和朋友闲聊两声 就显得岁月静好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这边的方言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平和和喜悦 海鲜粥热气腾腾 雪白的米粒被烹煮得爆裂开 炸成一朵朵米花 点缀了切成小粒的海鲜和大科的虾仁 混着一点点葱花 粥迷暖过所谓的亲情 确诊胃癌之后 我很少吃得这么开心了 果然 世间唯有美事不可辜负 喝完粥 我直接买车票回北京 名字里的这个寄字看着老不爽了 今天就给他改了 看到我买票 坐在我对面的女人似乎有些局促 可我对视一眼 她面色猛然爆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对着这个小美女做了什么呢 我真没有 我不是流氓 21世纪纯纯大良民 你 要走 她整个人都粉了 大眼睛不自觉的眨着 跟一条小奶猫似的 这女人好灰啊 单身了两辈子的我有点顶不住了 纪博打你冷静点 你个将死之人 不能祸害人家小年轻 我点点头 要回一趟老家 她的表情一瞬间变得丧气 天啊 原来动画片里的变脸真的存在啊 我连忙补一句 有事 必须得去老家的派出所才能办 女人皱皱眉 似乎有些不舍 脸上的表情不断在犹豫和不甘心之间反复切换 我 陪你去 她忽然站起来 甚至原地转了个圈 看上去不太聪明 我能帮你搬行李陪着你吗 她说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怎么办 我觉得她越来越像是小猫了 你为什么话这么少 我很好奇 说她纯情吧 她之前的回答其实挺渣女疯的 说她渣女吧 她现在纯得跟那个小奶猫一样 她原本粉嘟嘟的脸色迅速降温 甚至有些发白 我不知道我哪一个字戳到了她的痛点 只觉得她的眼神忽然之间好难过 她眼睛里的情绪无比压抑 娇小的身躯站在原地不动 眼神越来越空洞 好像突然陷入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不会吧 我不会招惹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精神小妹吧 我连忙伸手拉了拉她的袖子 想要将她扯起 她忽然抓住我的手紧紧不放 看着我的眼神带着惊恐和庆幸 她抓得好紧 紧得我有些疼 我不明白她忽然的转变 但我对上了她仿佛看救命稻草一样的眼神 在她的眼神里 我好像是一个可以将她拉出深渊的人 她怎么了 我有些不敢问 生怕在触及她敏感的神经 她看着我 我和她对视 我努力让自己显得更加温和 释放出我能够表现出的最温柔的信号 同时会握住那双紧紧握住我手腕的手 下意识的 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她力量 周瀑不大 里面的人不少 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我们 我却不敢松开她的手 生怕她的情绪再次失控 进入到那种忘我的情境里 慢慢的 她的情绪好像稳定下来了 但还是很失落的样子 她牵着我走出周瀑 一路上都没有松手 也一直握得很紧 她自己没有发觉 我也没有提醒 慢慢的 我陪着她走到了我们初次遇见的地方 我找了个避风的地方 靠在石头上 听她给我遍 她说 她有幸存者内疚综合征 她18岁成人里那一天 他们一家本来约好一起去饭店庆祝 那一天 他们遇上了非常严重的连环车祸 七辆车一起追尾 他们的车子被撞到变形 她在姐姐的怀里躲过一截 留下了一条命 而姐姐死在了她身上 父亲被前面货车散落下来的钢管戳中肺部 窒息死亡 母亲头部中疮 当场死亡 如果不是我当初闹着要过生日 他们就不会遇到连环车祸 幸存者内疚综合征 顾名思义 就是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 因其他人的死亡而产生的负罪感 幸存下来的人觉得 如果他们能够做出某种改变 就可以让灾难不再发生 或者是让灾难中丧生的人不再死去 他们家 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她因为那一场车祸 产生了心理障碍 她对自己感到厌弃 觉得如果不是她当初任性的要求 一定要去那个餐厅办成人里 父母和姐姐也不会遇到车祸 她的难过几乎具现化了 她痛苦地蹲下身子将自己紧紧抱住 身体几乎团成一个球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我好像能看到她的灵魂在痛苦地挣扎 但是我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和我独自在医院里 试图拯救自己是一样的 但一个连自己都放弃的人 该怎么拯救别人呢 我陪着她缓了很久 她一开始是蹲在地上 后来索性贪坐着 靠在我避风的大石头上 看着大海出神 可能她来三亚的目的和我是一样的 都想要让大海治愈心灵的创伤 但是太晚了 有些伤口已经腐烂化弄 无药可救 她和我都是在苦苦挣扎的灵魂 我是柳如烟 她不声不响 猛然放出来一个炸弹 惊得我忍不住用手指在沙地上刨出一个小坑 柳如烟 面前的女人长得确实很有女大佬的样子 和我心目当中柳如烟大佬的模样不太相符 但是也很棒棒了 仔细想想 柳如烟是什么样子我确实没见过 之前只是以为她是一个土豪富婆 没想到实际上反差这么大 之前偶然刷到了你的直播 觉得你很阳光 很温柔 虽然做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看着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很放松 慢慢的 只有看着你的直播 我才会睡得好一点 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三亚这边 所以即使你那天没开摄像头 听着周围的人说的话 我就猜到你来了三亚 我没忍住 出来单方面见了你一面 不跟你说话是害怕打扰你 送你花环 是看你当时好像有些难过 她说话的时候还是有点丧 大概是还没从回忆里走出来 我没办法跟她说我的痛苦 我只能说 好陪我一起去北京吧 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 因为柳如烟在旁边 我直播都方便很多 我故意管她斗志 看着她满脸嫌弃 但又不得不喝 喝完了整个人都丧丧的可爱模样 我带她去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去看我的小学 初中 还有大学 我的人生不长 都在这一座城里 快的话 一天也就走完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么狭小的 我带着柳如烟去改了自己的名字 我改了姓 姓刁 为此我还编出了一个不存在的爱人 说她死了 我想要用她的姓氏代替她活下去 从此以后 我叫刁尔达 我就是我 干干净净 我不想被任何条条框框束缚 我想用最自由的姿势死去 我的未来或许很短 但也要光明灿烂 改完了名字 还有一段时间的审核期 暂时离不开这个地方 还挺麻烦的 刚准备回酒店躺一天休息休息 柳如烟开着一辆新提的车 停在我边上 她放下车窗 对着我撇了撇头 美得一塌糊涂 连夜上车 我们去了乌镇 柳如烟看过我的直播 知道我喜欢汉服 甚至提前给我准备了三套汉服 给我给我选 唐志 宋志 宁志 每一套都踩在了我兴奋的点上 这我要是不搞一个全套的造型 都对不起这三件崭新的汉服 我跟她说 大佬 这不合适 她说 这些汉服就当作她在直播间刷的礼物 也对 一个梦幻城堡一万块 梦幻城堡哪有汉服来得像 全部都挡住 大概刷了几十万 到我手里的也能有个小十来万 她停下来 发了这几天来的第一条弹幕 打打 等从乌镇回来 我们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你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 眼看季泰美这个狗东西要坏事 我眼急手快地把她踢出直播间 但直播间的粉丝和柳如烟 都已经看到季泰美的七彩弹幕 你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问出了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别人我都可以敷衍了事 但是面对柳如烟 有些假话我说不出来 我沉默不语 季泰美这个狗东西又开了一个小号回来 直接把自己的ID改成季泰美二号 然后疯狂地开始发弹幕 请大家帮忙劝一劝我弟弟 他确诊胃癌了 但一直不愿意去医院 我们家里的人都很着急 都希望带他去医院治疗 虽然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是他姐姐 但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 我和季博达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弟 我之前做过一些事情 让他不高兴了 他不认我我也不怪他 但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 他能赶紧入院接受治疗 季泰美的字 宛如一把锋利的磕刀 把我之前粉饰的太平全部划破 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来同情我 为什么要把我经营的好好的直播间 变成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样子 为什么要破坏我来之不易的瓶颈 这个小小的直播间 是我为数不多的镜头 为什么 他们连最后一个干净地方也不给我留下 直播间的粉丝们都很着急 纷纷问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弹幕刷得飞快 我看都看不过来 想要我怎么说呢 有些事 不是说不存在就不存在的 柳如烟帮我关了直播 我站在原地不动 如果说重生以来什么事情最后悔 那一定是我没有亲手宰了季泰美这个蠢 身心俱疲 连抬一下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柳如烟站在我边上 轻轻抱住了我 很温暖 在这样初秋的天气里 就显得刚刚好 可是我不好 众所周知 正在委屈的人是经不住哄的 眼泪止不住的往外面涌 根本拦不住 泪水打湿了柳如烟的裙子 我不想哭的 是他们自己跑出的 越来越多的无力感 像是一座大山把我死死压住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原本只是想要开一个直播 记录自己死前最潇洒的一段时光 怎么就 那么难呢 活着好累啊 柳如烟 活着好累啊 原本在我看来脆弱无比的柳如烟 现在居然是支撑我情绪的支柱 多少有点对不住他 但是我忍不住 真的忍不住 泪水划过鼻尖 被我蹭得到处都是 原来人在难受到极致的时候 眼泪是不受控制的 小小的眼睛里 居然可以流出那么多的眼泪 我不想治病 我不想化疗 化疗太痛苦了 真的太痛苦了 我不想去治病 我想死还不行吗 为什么连死都不让我好好死啊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治病 明明最开始不要我的都是他们了 是他们先不要我的 上辈子我是一个人在医院死掉的 从来 从来都没有人在乎我的 他们都是骗子 他们 他们从来都不爱我的 我在柳如烟怀里哭得语无伦次 想到什么说什么 几乎把我能够想到的所有委屈都说了出来 柳如烟 真的是个像大海一样温柔的人 他抱着我 不知道哭了多久 但就是哭完了觉得挺丢人的 我和柳如烟说我想吃海鲜粥 病患的身份无从遮掩 我直接谈牌 柳如烟皱着眉 打开手机搜索 片刻 又放下 我们去医院 脚步顿着 我停在原地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想到带我去最近的医院 我不动 他不走 只是去问问你有没有忌口 柳如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 但还是解释了一下 他想要带我去医院的动机 网上说的不一定准确 还是去医院看一看比较好 我低着头跟着柳如烟走了 说好了 只看忌口 柳如烟N了一声 在我身上披了一件外套 路上 我们稍微交流了一下 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的原因 我没办法告诉柳如烟 我是重生的 思来想去 还是推到了我怕疼伤 活下来不好 虽然会疼 但是可以有很多未来 深夜说话一向简洁 言简一概 主题明确 我摇摇头 不想再尝试一遍上辈子化疗时的痛恶 其实站在理智的角度上来说 我是应该去治疗的 但从情感的角度来说 我不想活 不想再见到技嘉一家子 我其实没那么勇敢 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逃避 回避亲情 也回避可能受到的伤害 不抱期待 凡事都做最坏的打算 这才是我这个悲观主义者 最常思考的事 能治疗 然后呢 治疗完毕之后再跟性际的纠缠 我这辈子好像都逃脱不掉技嘉的阴影 重开吧 一切归零 去医院看完技巧之后 柳如烟就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防止我背着他偷偷摸摸吃什么小零食 在粉丝群听说有个粉丝路上太可 偷了黄山菜农养的黄瓜 被狗追了半座山 我当即拉着柳如烟说要去爬黄山 看到黄山山道的第一眼 我吐了 我看到了我让我眼疼的一家子 技嘉欺负外加他们的三个孩子 整整齐齐 估计上辈子给我出病都没这么齐 真是晦气回家晦气他妈给他开门 晦气到家了 这辈子没这么会起过 柳如烟握紧我的手 无声地安慰我 我熟练地从背包里掏出止疼要吃 被柳如烟拦住 他从他自己的背包里掏出来一个保温筒 里面是他自己学着煮的蔬菜粥 先喝粥垫一垫 我看着他的黑眼圈 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早知道不招惹他了 他本来就有幸存者障碍 我如果再当着他的面走了 他会不会再崩溃一次 粥很暖和 没有因为技嘉人在附近而吐出来 只是有点食不知味 刚才还觉得和他待在一起的美好 是我珍藏一生的糖 现在想想 我的糖是他的披霜吧 可他甘之如意啊 我该怎么回复他吗 越回复陷得越深 拒绝 我无法拒绝 柳如烟是我两次人生里唯一的光亮 他是我的月亮 喝完了粥 柳如烟陪陪着我一起爬山 他好像知道我的愿望 竭尽所能地陪我完成所有想要完成的事 医院清单上的旅行目的地一个一个打上钩 遗憾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我被柳如烟送到秋千上 身上绑着安全带 在最高的山巅荡秋千 技嘉的人站在旁边盯着我 好像生怕我一眨眼就不见了 坐在秋千上 山风过耳 吹念不寒 我看着帮我推秋千的柳如烟 忽然觉得我大概坐不到了无牵挂的离开了 如果你早点出现就好了 如果我们上辈子就相见 结局一定会不一样的 我在秋千上发了很久的呆 柳如烟一直帮我推着秋千 想得出了神 一只手就从秋千上落下来了 技嘉那边传来一声尖叫 方女士的 我抬眼去看她 才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 哭什么 技尔端不是好好地待在她身边吗 真恶心 明明上辈子对我那么冷漠 现在又表现得这么在乎我 我的转变是因为重生 他们的转变又是因为什么 也重生了吗 那这一场奇遇到底是为了让我弥补遗憾 还是想让他们得偿所愿 消除心里那为数不多的愧疚 不想要再被愧疚折磨吗 所以这一次每个人都开始在意我 一直说要带我去医院 这一刻 我好像忽然找到了报复他们的方法 我松开了手 任凭秋千高高荡起 我笑得肆无忌惮 视线紧紧锁定着技家的每一个人 生怕漏掉一点痛苦的表情 技家夫妇红了眼 方女士无法再维持高贵温柔的母娘 跌跌撞撞地向着柳如烟的方向跑过去 滚开 你别碰她 我像是一只被侵犯了领地的狗 竭尽所能地张牙舞爪 她闻声站定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地哭喊 她在求我下去 柳如烟似乎明白我的想法 我荡得越来越高 坐得也越来越不稳 技太美也哭了 她红着眼垂打山臂 血液顺着伤口冒出来 她的手在抖 可她的眼睛却不敢离开我 所以 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让她们如此在乎我呢 我不理解 但我喜欢看她们痛苦 我张开双臂 尽情地拥抱山峰云雾 世界美好 技家的人看得牙子欲裂 技尔端眼里的恨婉如实质 如果眼神能杀人 我大概已经死了千百次了 你恨我 我大概知道她为什么讨厌我 但我不知道她对我的厌恶 居然能够促使她逼我去死 技尔端站在角落里 存在感很低 明明是那么渴望别人注视的一个人 现在居然自己主动降低存在感 我偏不如你的愿 我指着她站的地方 对技家的人喊 带她来 是嫌我死得不够走 技尔端猛然抬头 看着我的目光凶恶毒辣 技家人很快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他立刻低眉脸目 装作一副无害的样子 懦懦地说 哥哥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这个表情 真是让人作呕 我从秋千上下来 腿有些软 靠在树干上等着那股惊慌过来 技尔端慢吞吞走过来 顶着技家人蹊跡的目光 对我说 哥哥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拍开他的手 他委屈得两眼含泪 巴巴地看向技家父母 没人理他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这是我少有的表现出攻击性的时候 柳如烟跟在我身后 似乎害怕技尔端抱起伤人 技尔端刚张开嘴巴准备哭一场 我先捂着胃部缓缓蹲了下去 疼 刚才笑得太大声了 冷风灌进嘴里 荡秋千的时间太长 多少有点感冒 柳如烟过来扶着我就往山下走 技太美跟在柳如烟身后 在后面跟着技家欺负 技尔端 好像是被落在山顶了吧 到医院的时候 我人还是懵的 我的意识还停留在坐缆车的时候 柳如烟落在我衣服上的那一滴眼泪 他 遗憾如水滴如湖 荡开层层涟漪 我没想到 有一天 面对死亡时我居然会有退缩的想法 我死了 他真的会崩溃吧 我任由他带我去做检查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技家人看柳如烟的眼神都快要冒光了 尤其是技太美 上次直播的时候 还在默默跟柳如烟掰头 现在就跟前跟后 一口一个柳如烟姐姐 嗯 跟他有血缘关系 挺丢脸的 大概下午的时候 我午睡刚醒 柳如烟也不在身边 技太美手里捏着一个不偶小熊手着我 我知道他 他也知道我 我不想再和他们玩你猜我猜你的游戏 闭着眼 连看他一眼都不想看 为什么一定要带我来治疗 上辈子我求着你们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还要我提醒你们吗 达达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你的病的 但那时候太晚了 你已经走了 技太美为自己变国 不过她好像知道这样说话我会不高兴 很快就放松下来 轻轻揉揉几乎是哄小孩一样的说 达达 你再叫我一声姐姐好不好 我知道我上辈子太混账 对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我实在太害怕了 我总害怕你一觉睡过去 就不会再醒过来了 我不想再弄丢一次你了 技太美把她手里的毛绒小熊放到我枕边 这个小熊是我从小就抱着的 姐姐现在把她送给你 你不喜欢姐姐 不想看到姐姐没事 让她替我陪着你好不好 我抬手直接把小熊扔出去 技太美沉默片刻 还是收拾出笑脸对我说 不喜欢小熊吗 你喜欢什么 我都去给你找过来好不好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们有多远离我多远 别喊我达达 我改名字 技太美正主 十分不可思议 似乎是没想到我还有改名字这个操作 叫什么 我叫刁尔达 我一点关系也不想跟你们扯上 可惜DNA不能修改 不然我还挺想要改一改的 你们一家子 每一个都让我恶心 血缘又怎么样 你们在乎吗 你们但凡在乎一点 我上辈子就不会死 我死的那天 你们在海滩上欢聚一堂 我一个人躺在医院里疼得要死 你知道化疗有多疼吗 你见过打针的针头有多长吗 你知道我疼得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连呼吸都疼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吗 那么疼的时候 我还要一分一分算着我的钱 够不够进行接下来的治疗 所有医生都跟我说要我开心 积极面对治疗 你说我怎么积极 我还要怎么积极 我只是想要活下去 你们在海滩上开派对的时候 是我死掉的时候 你知道我看着每一个来化疗的人 都有家人陪着 是什么感觉吗 在穷的家 宁愿在病房门口打地铺 睡在医院的椅子上 也要陪伴他们的家人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你们还记得吗 别说都怪基尔端 基尔端是可恶 但你们对我也太不信任了不是吗 你们潜意识里就觉得我没有见识 分不清好坏 我看到基家的钱一定会心生歹念 我一定会变坏 所以只要基尔端开一个口 种下一个种子 你们就会不断地怀疑我 你们太恶心了 病房门被打开 我的父母 我的哥弟都站在门外 他们泪流满面 想要痛哭却又不敢出声 只有柳如烟 他没有顾忌病房里几乎凝滞的情绪 快步走到我身边 将我抱着 他没有哭 只是把我抱得很紧 几乎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 他好无助 他在害怕 我能够感觉到柳如烟的身体 在轻微地发动 连喷洒在我脖子上的呼吸 我心疼你啊 真笨 我走了之后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的死不是因为你 你可以理解为我这是自杀 深夜不说话 那么娇小的身体蹲在我的床边 活像一只没人要的小猫 可是你走了以后 我就没有月亮了 他说的眉头目尾 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知道 你也是我的月亮 我知道 我会记得好好吃饭 休息 你之前还想去瑞士和法国 如果你去不了 我会带着你去的 你想要环游世界 我帮你 月亮高高挂在天上 现在 他来到人间了 我弯下腰 捧起柳如烟的脸 我们一起治疗 好不好 我们是彼此的月亮 我怎么舍得让你的世界 再也没有月亮呢 我舍不得让这么好的柳如烟 永远挣扎在黑暗里 我开始接受治疗 和柳如烟一起在第一院就医 来得有些晚 已经恶化成胃癌中期了 手术很疼 但我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柳如烟也在替我难过 我不想让我的痛成为 他的负罪感 手术后还要搭配化疗 每一次都是柳如烟 推着我去化疗似的 技嘉的人过来看我 我已经没力气阻拦了 太疼了 柳如烟主要是药物治疗 加心理疏导 所以他还可以照顾我衣食起居 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 我疼得睡不着的时候 他就给我念故事 他喜欢把我的下巴 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跟他说我想吃海鲜粥 他说不行 现在还不能吃 他故意压低嗓子 在我耳边说等我以后好了 就带我去三压 把我之前想吃没吃的东西都吃一遍 这还是人吗 他连病人都勾引了 可恶 该死的迷人 化疗后 我的头发掉了很多 稀稀拉拉 掉得跟个火云邪神似的 我一怒之下 直接把自己推了个光头 这下眉毛可掉了 我天天让柳如烟 帮我找各种各样的假发 有些都已经不是假发了 说是古装剧的头套也不为过 他说等我好了 我们再去一次屋镇 门外来的人 是我上辈子素未谋面的大哥 纪薄熙 纪家的长男 上辈子我到死都没见过的哥哥 他和上次在黄山的时候 看着不一样了 头发短了很多 在外光芒四射的既是少女 现在小心翼翼 连敲门都要看里面人的眼色 他上辈子虽然没见过我 但是羞辱的事情也没少做 只不过现在我懒得再搭理他们 纪薄熙盯着我头上的假发 眼睛一眨不眨 不会吧 我伸手摸摸自己的假发 嗯 没歪 柳如烟问他有没有事 他掏出一个盒子 说那是他自己做的假发 特地来送给我 一瞬间 有些隔音 上辈子我在技嘉地位尴尬 在外面地位更尴尬 其中主要功劳 要归功到我这位大哥身上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只认基尔端是弟弟 虽然没有血缘 但他们感情深厚 已经超过了血缘的联系 我说我胃癌需要前治病 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他挂了 想想他上辈子的区别对待 再看他现在 还怪解气的 柳如烟很有礼貌地收下礼盒 纪薄熙得寸进尺 问我能不能带一下试试 我想了想 直接说我对技嘉人过敏 碰一下轻则呕吐 重则浑身起红疹 但凡是性计的我都接近不了 需要保持安全距离 纪薄熙上前的脚步顿了顿 后退到门外 离开之前 他跟我说了对不起 他也重生了 他想赎罪 他说他小时候 其实很希望有一个弟弟 只不过他走错了路 他不求原谅 只希望我能给他一个弥补的机会 感情这种事情 还是别有断思连来得好 要断就断得干干净净 离开医院的最后一天 纪太美带着基尔端来找我 纪太美压着基尔端跪在我床前 纪太美压着基尔端跪在我床前 基尔端满眼怨度 却轻声细气地跟我说对不起 我低头 看见了基尔端不自然的右手 我看看基尔端 再看看基尔端 前者敢怒不敢言 后者的凶狠和力气几乎压抑不住 天啊 纪家人自己打起来了 基尔端从小学习小提琴 一双手宝贝的不得了 平时在家里插花都要戴手套 现在 从这不正常的角度来看 就知道这手绝对是遭了重创 她的手被拧到错位 甚至还带着一个黑乎乎的鞋印 几根雪白的手指被踩得红肿无比 带着紫红色的血丝 我没说话 纪尔端就跪在地上 一句一声地重复着说对不起 纪太美站在她身后 仿佛监视一样 恶狠狠地看着她 纪伯达色缩了一下 把头埋得更低 有意思 虽然不知道她们为什么忽然间狗咬狗 但是就冲着她们这个表演 我给八分 我要出门 纪太美男在门口不让我走 你不原谅她 是不是 她的眼神好凶 好像下一刻就要提刀手刃了我 不过她马上就发现对我好像太凶了 于是捏着嗓子 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你会原谅逼死你的人吗 纪太美男男笑道 说也对 她笑得越发残忍 柳如烟带着我离开 她宁笑着向纪尔端走去 之后三年 我没再见过她和纪尔端 连纪家的人也没见过 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不过纪家的人并没有选择报案 他们装作无事发生 和上辈子一样粉饰太平 病好之后 我被柳如烟压着 又在乌镇休养了半年 之后她才允许我去做自己的事情 能做什么 当然是带着我的小粉丝出去旅游啊 我把纪家人之前给我的东西 全部抽奖送给直播间的粉丝 偶尔柳如烟给我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小玩具 我也会装作不经意间一起抽奖送出去 嗯 直播间真棒 头发刚长出来不久 我和柳如烟都很珍惜头顶上的这撒瓜俩枣 花了好多办法养护他们 她在耳边说着情话 你不介意我的秘密吗 我说 她回复 那是你的秘密 说不说是你的自由 她只可惜没有更早一些遇到我 她也是来之不易的珍宝 她是我的月亮 现在 我向我的月亮求婚了 我平爱意将月亮私藏 翻来一 我是纪太美 我间接地杀死了我的弟弟 纪尔端全球巡演结束 我们在国外度假了半个月才回国 回国 迎接我们的就是纪伯达的尸体 为什么没接到电话呢 嗯 纪尔端说 让我们安排好事情 关掉手机 专心陪她痛痛快快地玩一次 怎么就这么轻易的 信了呢 纪伯达真的得癌症了 原来她上次憔悴的样子 不是因为吸毒 她是病了 后悔好像会延迟 马脚也终究会露出破绽 当我知道纪伯达的死是纪尔端一手策划时 已经是很多年之后了 纪尔端很早之前就知道自己不是纪家亲生的孩子 她自己偷偷摸摸找到了自己的原生父母 并且让他们默视纪伯达 不准对她好 所以 我的弟弟从小就过得不快了 那一对夫妻看着和善 但一直在破她 他们不断地打击她 说所有人都不会喜欢你 但我们会 虽然我们打你骂你 但打是轻骂是爱 没有父母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 我的弟弟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时常受伤 他们不允许他拥有正常的社交 他害怕与人交流 所以 在他初次进入纪家的时候 才会那样狼狈和仓皇 就连我弟弟的胃癌 都有他们的影子 在纪尔端找到他们之后 他们对我弟弟的态度就急转了下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要做很多家务 但吃的都是剩菜剩饭 零食基本没有 只有那夫妻俩不吃的发霉的坚果 被他们洗一洗放进锅里炒一炒 再拿出来给他吃 还骗他说那是给他买的 到底是过得多不好 才会吃不出来没变的坚果是什么味道呢 弟弟死后第七年 我猜之后 原来他死前有多痛苦 多绝望 养父养母不要他 自从身份曝光之后 就再也没有接过他的电话 亲生父母不爱他 姐姐哥哥不爱他 所有人都吝啬对他释放善意 他像是一个刺猬 倔强地自己往前走 跌跌撞撞 满地血痕 他拔掉了刺 为了活下去不惜向仇人下跪 我是他最亲的家人 却也是伤他最深的罪魁祸首 我打了他 我该死 明明我小时候说过无数次 我一定会保护好弟弟的 我该死 但我不能死 我把吉尔端演奏小提琴的手折断 看着他痛苦地躲在地下室里哀嚎 他甚至肆无忌惮到连证据都没有销毁 他有一个保险柜 里面放着一部旧手机 那是当年我弟弟联系他 求他给钱的那一部手机 他也该死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应该活在痛苦和愧疚里度过余生 我杀人了 我杀了吉尔端后 将他的罪孽一一阐明 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他是人披鬼 他杀了我的弟弟 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帮凶 老天可能看我弟弟活得太可怜 所以不仅让他重生了 也让我们重生了 他不想活下去 他被我们逼得连活下去的念头都没有了 幸好他遇到了柳如烟 否则 我真的不敢保证他会能为了我们活下去 他重生而来所做的所有事 都是为了慷慨赴死 他两辈子加起来还不到35岁 就对这个世界满是失望 他说他不会原谅逼死过他的人 作为姐姐 我总要保护他 我可以不出现 但我消除所有让他不安稳的因素 我把吉尔端带去了缅甸 看着他天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的亲生父母也会来陪他的 我亲眼看着吉尔端断气后 回国自首了 我是罪人 我过得不好 他应该会开心吧 可惜他没有我的小熊 我把我的小熊埋在了他上辈子目的的位置 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要死 请让我代替他 下辈子还让我当你的姐姐吧 妈妈也行 我一定会拼了命的保护你